大家好,我是红贺 欢迎大家关注今日头条 关注红贺脱口秀 今天我们就聊一件事情 说2018年只要有工作的 千万不要轻易的辞职 不要盲目的创业 更不要盲目的投资 为什么呢 可能做财经的 专注财经领域的这些人 会了解 说现在从大的来说 国际形势的问题 对外贸易以及贸易战的问题 对内来说 我们看看我身边这8月份 包含了6月份 5月份这段时间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普通人都能感受得到 对吧 你们感受的是正确的 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互联网金融的问题 这个咱不多说了 因为有敏感 第二个是什么 是很多很多的投资都失败了 股票的问题 还有互联网泡沫的问题 人民币的问题 以及物价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 摆在我们普通创业者身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基因和平民之间被挤压的两极的问题 基因会越来越基因 它不是20%的28理论了 它是10%的一个基因当中往上升的过程 像我这样可能就要往下降了 因为基因的更加基因 占到了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的一个部分 这个比例咱也不多说 那么平民的会未来越往越往下 越往下降 这样就造出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非常非常纠结的一个状态 中间高不高低不低的盲目的创业 你说你没有钱 那你就回家新三农返乡创业 或者说种土特产 做新三农 做自媒体 但是有很多很多占有大众群体当中的80%以上 他都想创业 都想认为我工作五年了 我想实现我自己的价值吗 然后手里有点钱 有房子有车虽然不好 手里有点钱不多十几万 他想投资 然后他认为我年轻力壮吗 我还想做点事情 这样的人群在2018年的年底 特别是在2019年的5月份之前 一定要警惕 现在已经到了什么 已经到了我们要降维的一个时候 一定要稳下来 一定要稳 不能够创业的 或者说可创可不创的 咱不创了 可投可不投 咱不投了 我们现在最大的伤害就是什么 就是盲目的相信 我们就是赚钱的幸运儿 现在所有所有的经营人群 包含了投资人群 现在都什么都持币观望 就是我手持了现金 我在观望的 我在朝底 恰恰忽悠那些大众的创业者 开始你们创业吧 你们投资吧 你们新零售吧 你们做直销吧 你们投资新三农吧 你们投资互联网吧 你们投资实体吧 这才是实的 所以听红贵一句话 有些时候 红贵不太方便说的事情 你们只能够聪明人一点 你们只能 因为我很多很多的视频都 对吧 前两天那个事情 所以真诚的告诉大家 不要盲目的相信你身边 那个所谓的大师 也不要盲目的付费 也不要盲目的投资 更不要盲目的创业 不要认为别人创业了 你也创了 不要认为你现在工作很纠结 你就辞职了 不干了 因为我告诉你 裸辞是最笨的 最傻的一种行为 特别那些在国家公务员的 这个情况下 所以很多很多的时候 一定要客观的来看待自己 不要被操纵了 不要被这个社会导向所主导了 这是红贵坐在田园里 给大家分享的最后的一句话 相信红贵 支持红贵 那就转发和分享吧 我说出来什么高深的大道理 第一 我讲不明白 第二 我不敢讲明白 第三 我只能装作不明白 就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